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卫星里面就有海洋 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解释地球有这么大的海洋呢? 这件事其实我一直没有好好地去解释 我们理解过就是很清楚 火星曾经有海洋 然后那些木星上面的卫星很可能也是由水形成了海洋 我们地球自己有海洋 所以你说H2O这件事 其实在太阳系来说是不缺的 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星是多点 为什么这个星是少点 对于水星和金星 比起地球更近太阳 它没有的原因我们会很容易理解 因为太热 很容易就蒸发走了 留不住 然后火星有另一个故事 它是够冷 它曾经有海洋留住 但是它自己的大气 它自己的质量 保不住那么多的水 于是它就有一个很稳定地 水由大气流失的机制 这就令它最后没有了海洋 那么如果刚才说 木星上面的卫星 它很可能也是因为有它自己的地壳运动 也有一个比较温和的气候 令到那些水分是以液态的存在 那接着你也一样可以问 那它自己原本的水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又会有一些其他的星 你看着木星 土星其他那些星 它外面就是一大阵氢气 那它里面有没有水呢 照计也有的 不过水就比氢气重 所以应该在里面 但是对于那些星来说 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地壳在这里 不会有一个地壳 和你承载着一个液态的海洋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对那些木星土星上面 那些水的研究就没有那么上心 就是有人特意去看的 但是就不会想到好像 有那种地球的地质现象那么精彩 那么回到地球 地球的海洋是怎么形成的呢 如果不需要计算的想法 要你去估计的 那就是它本身的材料 自己慢慢凝结了 有很多水在这里 那就流了在这里 因为地球有一个大气 地球的大气就使得 你的水就算蒸了上来之后 也会凝结 变成了云 然后下雨又下回去 就是说地球上面那些水 那些水蒸气 就算热那头 也走不出地球的手指纳 因为它自己会在高空里面凝结 落到地面 就不会像在火星那样 揮发了它 走了就走了 那接着下来 既然这样说 地球上似乎有一个稳定力 留住水的机制 相对 但是你也要问 我们现有的那种模型 能不能够合理解释到地球上面有这么多的水呢 有水而已 但是为什么是这么多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很清楚地去计算是有这么多呢 原来我们一直解释不了 最主流的一个解释 原来后来听到就是说 因为地球原先我们看它形成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多水出来 也没有那么多水的 但是后来就因为有东西带一些水下来 所以就令到我们 那些水就多到好像今天整个海洋 那么水多于陆地了 海洋面积多于陆地了 其实最重要是解释了 那个海洋为什么有那么多水呢 其实现在那个最主要的问题是 主流学说就是说 在地球形成的时候 可能开头也都有个地壳 生成了不久的时候 上面还有很多火山 这样去噴来噴去 接着有阵大气 大气里面很多是那些有毒气体 包住地球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粒卫星 就由太阳系的比较远的地方 就下来 就撞了到地球上 这个碎星本身 上面有很多是水分来的 它是一粒冰来的 于是乎它这些水最后就下来 溶在地球的地壳上面 我们会说这个学说就是什么呢 这些地球上海洋的水 其实是由外星来的 这是一个这样的学说来的 这个都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其中一个办法 因为我们现有的那种认识 没有办法合理解释到为什么地球这么多水 所以你告诉我 原来是由外面带过来的 我们会反而觉得这个已经算是 这么多种无谓 假设之中最不无谓的那种 但是你怎么可能有一个这么大的 垂星 撞下来会有水 理论上可以有的 尤其是在地球那时候 形成了不是很久的那时候 开始很多东西是乱来飞去的 中间有大的垂星撞下来有什么不奇呢 而且其实我们今时今日 怎么去理解为什么我们地球有月亮呢 其实最后都要依赖这个外星撞击学说的 就是如果你纯粹指引地球自己 拖下了个月亮出来 那么发觉做不到的 然后就是会不会那个月亮 又是一颗外星 我们只不过俘虜了下来 刚好它原本是完全第二颗星来的 不过被我们地球俘虜了呢 又发觉又不是很妥的 因为发觉大家的地质比较相似的 就是你看到月亮上面拥有的那些物质 其实都是silicon 跟地球那个有的物质是很相似的 而且它相对就是纳了一些 地球上面比较轻一点的物质 所以经过一个电算模拟的运算 就认为原本都是有一粒 就是有一些隐石 有一块很大粒石撞到地球上 撞完之后就由地球上拉了一些东西出来 就围绕着地球转 那那东西就变成了月亮了 那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外星外力的学说来的 但是这个外力的学说呢 就是在排除了其他更加荒谬的可能性之后 再加上这个电脑模拟结果之下 应该是最可信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最能够吻合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 所以月亮的形成呢 我们就愿意接受是跟这个外星撞击有关 但是你说如果海洋呢 那你总可以说有某时刻之下 有粒很多水的水星撞下来 那都可以的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理论 不需要这个假设呢 那现在的而且确在刚刚这个礼拜呢 应该就在UCLA的一个研究小组 由一位叫Edward Young教授的研究小组呢 他们就发表了一个结果 一个他们自己计算的结果 他说呢 其实地球海洋形成 要理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水呢 不需要用到外面的水星撞下来 我纯粹用回地球上自己形成的那个条件 现在我们重新再继续一继 其实我们是有办法解释到 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流在这里 那所以为什么这个结果呢 现在今时今日呢 发表了出来 他能够受到多少供应 就暂时还未知道 就是要等一些行家再跟他讨论一下 但是结果一发表出来 立即就受到这些科学自然期刊去认同 就是不要说认同了 觉得他这个研究结果是很有创建的 就将它刊登在一些很重要的期刊上面 那么我也都会认为 在这个整个 就是叫做科学发展里面来说 一个挺合理的处理方法来的 因为我们往往喜欢一个 比较简单和小假设的学说 现在你今时今日告诉我 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你 地球自己可以产生到一个这么大的海洋 而不需要有彩星的撞击 于是似乎是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 我看回结果就发表了在这个星期的自然期刊里面 那我们如果现在看那个海洋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所谓 定它那个产生的日子 举个例子 比如英文所说的dating 有一些的方法去做过的 而且不断找到那个数字 比我们想象中早了 我们经常认为 一亿多二亿年后地球形成 就是地球现在的年龄是45亿岁 你可以想象太阳形成了几亿年后 就轮到地球形成 那地球形成的时候 你开始还没有地壳 你起码都要有个 开始有个壳 然后才有些水在上面 你才看到海洋 那一直有一些方法去尝试去问一下 这个海洋最早最早可以什么时候 你要定得很准确很难 但是有些方法可以帮你定到一个上限 就是说最早可以是什么时候出现 其实你说开我们很久之前 科学新知有提过这个话题 那那个故事是怎样呢? 就是当你去到找到在加拿大 某一个地方的那些有很多石的海岸 那些石是我们很清楚 根据我们地质的知识 就知道原来是地球形成很早期的时候 就已经是形成了的石头 营结了出来的石头 那些很早的石头 那些石头 那你想想 越早的东西通常埋在地下 那为什么可以在摊岸边 给我们找到呢? 往往就是因为地壳运动 就将一些原本属于在地下埋藏的很低的石头 有机会去迫上来 所以我们只需要掌握着地质的知识 和再加上一些定连的方法 而我记得就是说呢 他们用到的定连方法呢 是需要找回这个石头里面 一些有元素来去做定连的 那我记得当时就 我们去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就讲回就是说 我们对于地球上面海洋的形成那个年期呢 又发觉能够推得更早了 那基本上就是由地球上的地质 和那个用有元素和位数的定连 是帮我们去找一下地球的海洋 最早可以多早 那现在一路就看到就是说 比我们想象得早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都要有相应的理论去解释一下 究竟 开头地球上面那些物质是怎么来的 就是如果你说 要有一个的彗星撞下来 那一定要比起这个时间更加早撞下来 我们才能够解释到 但是如果我们发觉 根本不需要这个彗星撞下来 地球自己出来的东西已经可以形成到了 那我就会觉得整个理论就简结一些了 那如果是根据这麽说法的话 最初就应该有个海洋 还是水逐滴逐滴逐滴的去形成呢 在这个研究里面 他很集中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水份 怎样能够合理地留住在那里 因为其实很重要的过程就是 你开头地球很热的嘛 你周围都是熔岩来的嘛 就是上千度的温度 你什麽水呢 你都会蒸走的 但是它蒸走出来 会不会能够 比起当时地球环境 拿来合理地留住呢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会这样说的 其实呢 开头地球上面比较热的时候呢 它很多后来变成海洋的液体水份呢 其实就留在那里呢 就藏了在 本身的熔岩里面 还没蒸出来 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在那里呢 去了一个大气那里 其实就算你说 是说金星都有这样的情况的 它很多的水份呢 它绝大部分的水份 其实是在金星的大气那里 因为你知道金星它的温室效应很厉害 成四百多度呢 那些水一定会滚了 那之后呢 它唯有去到比较高空那里呢 才会凝结回 金星有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它一样会下雨 它会在一个很高空 很高空那里下雨 下雨呢 但是那些雨没落到它的地面那里呢 就已经热了 变成蒸气 就是它在金星上面下的雨呢 就由一个天空比较高的地方 下去一个天空比较低的地方 然后又蒸上天空比较高的地方 于是中间有一层 就比较容易陷入到很多水份 而且它下的雨未必是水份 是下流酸的雨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探索金星任务来说的挑战 那我们曾经去探索过去 真的有一种下雨的现象在那里 那你想象一下地球也曾几何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它很大部分的水份就随了在它的大气那里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个 就是Edward Young教授 他们这个 UCLA的研究小组呢 他们建立的模型里面 他们是能够合理解释到 由那个熔岩里面一路给出来的这些这样的水份 甚至乎氢气 它遭遇到氧气之后 可以是有能力 比起当时初生的地球大气 来去吸着流着 于是乎有足够的分量 令到最后凝结回来的时候 就比我们看到今天看到这么庞大的海洋 那其实如果说的简单些就是这样 但是里面细节的研究 我觉得一点都不可以这么简单地去理解的 就是因为呢 你就是这些大话怕计数 你要吹很多条件很容易 但是每一样东西你全部准确地量化之后 来帮你解释到一个合理结果呢 其实这个才是最难的部分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自然其刊都会将它 就是这个研究结果呢 就是去刊登了出来 那刚才听过讲一下 在上场就是它在蒸发之下 在那个大层那里 到某个时间就落大量的雨下来 跟着形成了那个海洋 它又不用等一刻突然一刻爆发的 它一直就会越来越多 随着你的地球表面温度越来越低 那它就又落多些了 你落多些雨下来 那结果它反而令到地表又冷却得快些 那于是乎就是一个这样的热的交换过程 一路有新的水气 和新的一些氢气和氧气这些东西 由它那个熔岩里擠了出来 它们会化合了 变成了水分 因为那时候很高温 那你就有氢有氧气就爆了 是不是 那接着形成大气就有很多的水分流了在那里 那时候它说呢 这些水分就以蒸气和云的形式 那你可以想象地球初生的时候 如果你说有很多的水分积在那里 应该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厚的一个云层在那里 其实会是 但是这个云层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随着很多的热量在那里 那你要等那些热量又适当地散失 然后呢 又将下面的熔岩去冷却 冷却到地壳出来 那究竟这个 就是接着来另一个问题了 这个过程如何合理地解释到 是应该可以在一个足够短的时间之内去发生 令我们形成到第一代的地壳呢 那我想这个呢 也都是会有很长的研究的路在这里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推算呢 就是有同一个条件呢 其他的星球里面都会产生 类似地球的开阳呢 那如果你问我呢 刚才我们上一节说 木星的那个卫星 会不会都是有一个这样的理由 令到它留住了很多的水分在那里呢 我觉得又不奇怪的 是啊 那如果 你说如果火星 它曾经都能够做得到的 那我会觉得呢 如果根据这个学说去解释呢 我觉得它能够解释的范围呢 不止地球的 你将它里面那个电算模型的参数改一下呢 将它改成为火星的参数呢 可能甚至乎可能理解了火星之余 还可以理解了火星后来 怎样去丢失海洋 如果研究的发展真是如我所愿的说呢 我就会觉得这个模型是更加有说服力 去告诉我们 为什么地球会有这样的海洋 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多模型 假设之余 而且呢 你将这个模型的参数改一改呢 你可以更加解释到 整个太阳是其他星球的现象 那我就会更加觉得 原来这个是一个更加广义的一个模型 去解释到 解释能力更高了 所以是一个更加好的答案 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一起去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请大家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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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按赞,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订阅 感谢观看